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老师一开始先把你的文学背景介绍一下 我是念中文系 师大国文系 然后研究所 然后接着就是从事教职 也是国文教学 那你文学创作是在教职的同时都陆陆续续有在写吗 陆陆续续有 那我们来讲这本书 这本书是你的第一本散文 是有过去的很多散文把它集结出来收录的吗 主要的焦点把它放在是成长的宜兰 那长大之后在台北求学的就没有放进去 所以都是很真实你的这个回忆 对 回忆当然会有一些出入 所以会回去问 问亲戚啊 问爸爸妈妈 也许跟事实还是有一点差 可是都是发生的 对 然后里面分为四个章节 先把这四个章节先区分一下 怎么分类 我本来主要是分两章节 那第一大章就是小时候在外婆家 因为我是外婆带大的 那后面那个章节是从三星乡下回到罗东镇 镇上 就回去爸妈那边就对 对 可是这样两 只有分两章 每一章都十几篇 觉得这样子 好像应该中间在细分 所以我就在细分 我们第一个章节主要就是被妈妈放到阿妈家很不习惯 然后第二个章节是由我们家是中药铺延伸出来的邻居伯伯 然后三四就是回到镇上之后 怎么样跟父母兄弟姐妹相处的不习惯 所以要是这样区分 所以全部就是四个章节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跟我们听众朋友聊 第一个你是用石磨剂 就是你那时候的背景 为什么你会被去给阿公阿嬤照顾 因为那时候爸爸为溃疡开刀 那我们家就是上面有个姐姐 下面有个弟弟 那弟弟才刚出生 那姐姐是上小学 我是中间 那妈妈就要顾生病的爸爸 那家里有三个小孩 所以他没办法 就必须要把一个小孩送给阿公阿嬤 那我就也会觉得为什么不是姐姐 那可是小时候 爸爸妈妈决定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我就被送到阿嬤家 所以你那时候本来很抱怨对不对 很怨恨 抱怨不要讲到恨 可是就是会很不平 为什么是你 对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 你那时候还没就学 应该是你去比较轻松一点 学学姐姐已经练小学就比较麻烦 还有课业的问题 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就觉得应该就谁去都可以 不要是自己 总共三年的时间对不对 应该是两年多 可是文章我把用整数就是三年 我们先讲外公外婆 他们的工作跟环境好不好 他们是住在三星有一个村叫 台语叫大洲 就是大洲村 那外公是中医师 可是不是现在可能非常有什么考证照有牌的 就是像那个药铺 那有一个药铺 那旁边还有我们家就是会有猪圈养鸡 然后还有一兰种的三星还有稻米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管理这么严格 所以你的外公等于是他比较熟这些中药材 他就批一些来卖就对 这样子吗 好像也没有这么不正式 就是介于很正式跟批一些的中间 我觉得是介于中间 所以那几年的回忆都是中药的味道吗 对因为我们家那个 就是那个三合院稻层上面都会晒那个浆药草 然后你是不是很自然就 有被这个外婆逼很吃很多这个草药这样 为了帮你当大人 有有有 我们家生病就是外婆会抓药 除非是很严重 那是不是都很苦 良药苦口是不是 对对 因为他们那时候老人家就是药子要求有效 他不会管理好不好喝 对不对 所以他都不会加冰糖 不会不会 里面有讲到一篇这个马皇记 他就是长长的 对不是武功 他没有脚 然后有一天都钻进你的鼻孔里 对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大家还不相信 对 你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 因为虫在身体里面很可怕 非常可怕 然后我记得我还没有到阿嬷家的时候 姐姐那个年代好像要验那个蛔虫 对对对屁股要 对然后头上还要验头丝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只要身体有什么虫都觉得很可怕 所以那时候也觉得那个可能跟自己没有关系 可是没想到有一天是看到自己鼻子里面 你知道怎么进去的吗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只是听外公外婆说可能是 蒙拉 然后钻进去 对 可能手不干净我又去抓 然后那个卵就这样寄身 那后来是到半夜才被抓出来 对对对对 你还记得这个他们用了多少方法把那种虫引诱出来 我还记得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睡睡 因为那是身体第一次有那个虫寄身 然后我记得就是好像那个沟气 他听那个水流声 然后他就会钻出来 对然后外公可能就是用那个毛巾 拧毛巾那个水流 所以那个水是他的安全的空间就对 他喜欢在水里 我觉得应该是 那时候你几岁 应该是五岁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每天不用上学的日子就对 对对 所以你都自己怎么玩 我没有玩伴 所以就是蒙拉 然后黏着外婆夏天 然后比较快乐的就是药部里面有 人来人往的时候听他们讲话 这三年其实还是听了很多中药的名字对不对 对啊对 有些是叫不出来可是会认得 我闻那个味道大概知道是什么 然后是不是外婆也帮你熬了很多灯朵朵的药 有啊青春期的时候 大概小十岁左右就开始 可是都没有效 然后一直到哪一年这个你的爸妈终于出现要把你接回去 其实他们每两个礼拜或一个月就会来看 就来看你 对 可是那时候会一直吵着回去是因为外婆家跟自己罗东正上生活习惯差太多 就是外婆家是茅厕 那我们家是冲水马桶 那我们家是热水 就是那时候我们家还是有那个浴缸 外婆家是要烧水 然后桶子 那就很麻烦 然后一个桶子是大家要抢着进去洗 所以烧好热水就要赶快全部都洗就对 因为那个水温有限 对那我们家浴室是磁砖 那外婆家是那个水泥地 所以你一直不习惯在外公外婆家 那时候很不习惯非常不习惯 而且上厕所很痛苦 那个茅厕里面有很多 还有很多床床在里面就对 对而且茅厕旁边就是洗澡 就是一起的 而且他们会把那个茅厕里面的那个 拿去施肥 所以都会堆在里面这样子 对呀 要常常挖 对 然后里面有讲到一边吹敌人 吹敌人就是那个专门帮烟 积烟的一个这个师傅 对 你为什么对这个吹敌人这么印象这么有声音 是因为那个声音吗 其实小时候阿姑就是我细姑的事情 我大概只记得五成 是研究所的时候我要写论文 然后那时候写有关烟机的 我有去做甜调 那用到那个阿庸塞啊 就是很厉害的师傅 对我就觉得这个我看过 好像就是我嗜舅 你嗜舅也是这样的工作 只是他不快乐就对 对可是我那时候在写 今天写这篇的时候很困难 就是我有些画面我忘记是阿庸塞啊 或者是我细姑的 我有点错乱 对所以我写到嗜舅的那些画面 也许是我看到阿庸塞的动作 告诉大家他来了 然后有需要的人就会请他去家里把这个鸡腌掉 然后论资计筹 对那我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要吹笛 因为就是这种烟机或砍笛沟在以前乡下是大家觉得是不光彩的行业 所以他不能像那个比如说什么人家卖 就是现在可以叫卖什么卖沙疮卖博 是比较低阶的工作就对 对所以就用暗号 哦就是只有知道的人知道他们是做这一行的 对 他们职业的一个识别 对 然后后来当你回到家里那时候就准备要上小学是不是 对 然后跟小学生的同学就开始有一些落差对不对 对 你瓜瓜有讲到一段这个老师写一个名字 结果你说那个是中药名 对 金不换 金不换及九层塔 对 所以我们中药是有个金不换 对 九层塔为什么叫金不换 因为那个药材在故事里面它是很贵 千金也换不到 当时的情况之下 是我听了我阿嬷讲的 嗯 你回家这儿跟你姐姐感情好吗 对 会不会抱怨当你为什么是你不是他 我们一直都是竞争关系 嗯 对 以后会会有好 可是好像同性别吧 竞争关系是父母亲造成 还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是父母常常把你们比较出来的吗 我觉得都有 因为我姐姐很优秀 可是你至少也是个会念书的人 还是你是被迫 我是被迫 姐姐是天生 而且姐姐口才很好 可是你还是当了国文老师 所以你都是后天追的是不是 对 追的比较辛苦 对 你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比较释怀 知道自己的个性跟他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认命 结婚之后吧 好像是忙自己的家庭 太忙了 就没有空 而且我自己也两个孩子 大概知道那种竞争 然后我就必须要去排解 然后才会想到 自己以前跟姐姐也是这样子 当你看到你的小孩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才了解原来当年你们也是那个样子 对 所以你就释怀 比较释怀 可是偶尔也是 还是会有一些 小小争执 所以你里面有写到你这个 结婚后上来台北的一些心境 很少 因为这一篇我那时候 主要是集中在童年的成长 对 童年的篇幅非常的多 包括你的一些玩伴 还有一些邻居 特别的行业这样子 要不要介绍有哪些 我的邻居很少 只记得有 邻居的玩伴不多 有一个跟我一起追火车 那个名字我忘记 我们只记得他家 因为他额头很凸 对 然后 邻居还有一个就是 玩伴就表妹吧 可是他有他自己的家 所以他就久久才过来 要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邻居有一个 阿西伯 他筋骨不好 因为他后来去那个 彰化那边 弄那个照灯的那个花艺 那有时候会带他的小孩 哦 里面有讲到 有 好像这个 偷刀 我记得他的儿子叫偷刀 土豆 然后 久久回来一次 送花生很 要很计算那个电费 对不对 集盏灯 然后营收多少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也是经济状况不好 可是有时候又要拿药 对 那时候他好像觉得 在 他其实有先弄那个葱 可是好像就是做得不好 所以他才 他才 然后彰化好像是他那个 丈母娘的家 是 所以他们拿药会杀架吗 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杀架 而且我也很少看外婆 在跟人家算钱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 你觉得 你外婆的爱的表达 是不是比较含蓄 比较内在的那一种 不是嘴巴讲的那一种 不是 连我妈妈都是那种很含蓄的 应该是我们家人吧 都是用行动来表示爱的那种 不是用嘴巴的 而且行动有时候那个爱会让你觉得那是责备 我也搞不清楚那是爱还是责备 就是要很久之后自己慢慢去想 所以你现在你对小孩的方式 我就会直接讲 爱喜欢我就直接讲不喜欢我也直接说就不要让孩子去猜 所以你觉得你以前有受苦吗 在感情的就是跟父母亲家人的那安全感上面我就不需要去猜所以就会不安 然后也是尤其是我是三个孩子里面被送到乡下嘛 那那种不安感就更严重 好到了国中你说也有被霸凌啊 有 是真的霸凌还是欺负 是真的因为我爸爸跟我是同一个学校 我爸爸是国中 他是罗东国中的老师 那就是小孩都会让小孩放在自己的学校嘛 那我爸爸对学生很凶 所以被他凶过的学生下个就会来读我 报复啊 对对 你爸爸知道吗 我爸爸 我爸爸 当时不知道 我好像有跟他讲一次 跟他觉得是我的问题 我就不说了 我懂我懂 对 里面有讲到一篇这个老鹰学飞啊 所以说 不然我妈妈就会说那你就不要理他们 就是好像我爸妈都是碰到霸凌 我们现在可能会帮小孩解决会问什么问题 他们是习世宁人这样 不然就觉得要嘛是我的问题 要嘛就不要理他们 就是这样 好但是你妈妈其实后来也是 在你这个国中高中还是站蛮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不对 包括你讲到这个有一次你们要卖茶叶蛋 然后请你的妈妈帮你炖茶叶茶叶蛋是不是 就圆游会的时候 然后你把那个茶叶蛋形容到非常的微妙 微笑那个微微的这个冰裂文这样子 嗯对 你可以念一下那个茶叶那一部分 我两手互敲 蛋硬身压扁 蛋白被燃腰断裂 有些蛋黄破肚而出 平时严厉的母亲在教导料理时 脸部线条是柔软的 她抓起我的手重新示范 让我感受力道的清晰 说敲裂蛋壳需要点时间摸索 敲得太碎味道太咸 敲不均匀纹路不美 壳纹间距太大不易入味 蛋壳损毁严重 清泡茶叶的蛋白颜色会太深 我按耐性子 但碎壳常常插入蛋白中 或壳生连同蛋白碎裂一片 所以你现在能够掌握那个敲茶叶蛋 那一点点的力道吗 嗯 你自己现在有试着煮茶叶蛋吗 也是有耶 但后来就用汤匙被敲 因为两颗蛋敲 对敲那个很难掌握 所以就用汤匙被 所以里面这个你刚念的这一段还真的是 把一些做茶叶蛋的技巧 嗯 写得非常的真实 对不对 对 不能够太碎也不能够太大片 嗯 然后蛋壳也不能插入蛋白 对 就不漂亮 对 你还记得后来你们生意好不好 生意吗 我忘记了 只是那时候会拜托妈妈是因为原油会要分组 那我分配到的工作 我们这一组 茶叶蛋组 对就是茶叶蛋组 那为什么是你们家组 大家都要分 好像我们这一组是卤味 那我家是 是那个茶叶蛋 那有人可能是去披豆干 对 或卤一些别的东西 嗯 就大家都要分配到工作 嗯 好 我们最后来讲这个 你一路从这个家庭 呃 阿公阿嬤的这样的关系 一直到回到罗东去生活 一直到婚后 你觉得这样子 是你文学的一些成长跟养分吗 就是包括你能够写出 跟有别人不同的散文 包括你儿时的这样一个回忆 好 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啊 我我没有意识到这是特别的 因为我们宜兰跟我相同背景 除了不是药铺之外 大家都是养鸡 差不多行业 都差不多 然后像吹笛那个 大家也大概都有听过 都知道 所以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是特别 我这是把我小时候 生长的一些东西写下来 那为什么会写童年 是因为我 我后来发现 我在教养我女儿的时候 我会复制 我妈妈的一些做法 那个是我很排斥的 可是竟然会 复制在我身上 那我小孩 比如说就是我妈妈 希望我念一科 那我物理化学很烂 所以我最后不行 我就跑去念文章 可是因为我觉得国文很重要 所以我小时候就 强迫你的念国文 就是他后来他很讨厌国文 跑去念理工课 所以我在写这一遍的时候 除了在回忆童年 其实是在书里说 我妈妈对我一些教养方式 我要警惕自己 我不可以再复制在小孩身上 其实是有这样回忆 然后又希望不要 下一代不要复制到 我们上一代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在写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说 下下这块是特别的 那后来是 我有上那个 就是一些写作课 那写出来才发现 原来都市的孩子 这些没听过 很特别 我才知道说 原来这也许 就是我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写了十几年之后 才知道原来这个题材 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在写的过程 才发现你的有些动作 是跟过去 你妈妈对待你是一样 对 反而提醒你就对 我是在写的时候才提醒 可是我在做的时候 我没有意识 对 所以你的小孩 后来理解这一段吗 理解 你现在对待他的方式 也是过 当年你被妈妈 或者是外婆对待的方式 他不知道 阿嬷怎么 他不知道外婆怎么对我 他们没有看你的小说 我有跟他讲 我说 妈妈这么输了 他说 好 很好 然后就供在旁边 他们都没有把你看完 有啦 看 就是我之前发表 零星看几遍 可是整本 他们要我强迫才会看 因为我女儿就很讨厌国文 他都是划IG 划FB 就这世代的孩子 就一般年轻人的样子就对 不喜欢阅读 不喜欢文字 对 要我强迫他 所以他不知道 我对他做的是阿嬷 对我做的 所以我必须要很有意思的 在书写的时候 一直提醒自己 如果我女儿他会提醒说 你现在做的就是阿嬷做的 那我可能还不会说 很积极的把这些写出来 因为我女儿就会提醒我 对对对 那问题是他不知道 外婆是这样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书完成之后 有没有对你人生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算是结语 或者是说 对你过去的一个总结 因为过去有一些可能对时代环境的不谅解 一直到书成形之后 你才发现当时的时空背景 父母亲有一些不得已 会啊 尤其是我妈对我这么严厉 他以前都逼我一定要只能念台大正大师大 不然就要重考 可是我女儿成绩不好 我妈都说没关系 哦 阿嬷的心情跟妈妈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那我就会觉得怎么跟我一队 对我差那么多 那当然写的时候就会觉得 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说和解 对 然后是比如说 出来之后 写的时候有人就会说 你要想想看妈妈以前 就是爸爸生病 三个小孩 也许他那时候脾气也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我才会想到 那个年轻的妈妈 那个时候的心境 嗯 所以他也是在学习当妈妈就对了 对 像你也是在学习当妈妈 对 你在后面有略夺 稍微提到一点 你过去当时的一些身体状况 对 有甲状腺啊 有啊 有第一项 海底混乱的私语症 不大 所谓的私语症是 我是 比如说我 想要更 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我讲的都是一些比较情绪性的字眼 没有办法很理性 精准的讲出来 就是 大家都是要对事不对人 嗯 我当然也知道这样 可是张自己情绪在混乱的时候 很难 对 所以等于是内心有一些话想讲 可是讲不出来 嗯 需要靠写的来整理思考 嗯 就讲一下你的推荐能好不好 嗯 帮你写推荐序的 推荐序的是 袁琼琼老师 嗯 你们怎么接触 哦 老师他有开编剧课 嗯 我最早去上他的编剧课 因为那时候 就是在 在写散文的时候 我到最近这几年才陆陆续续发表 因为以前觉得 第一个是这种东西 有人要看吗 嗯 第二个是 哎呀 写很多自己私密的 就自己家人知道就好了 对 那后来我想说 那我去写 去编剧 去编别人的故事 嗯 所以最早跟袁老师在编剧课认识 对 那你书名为什么会取这个 当时小明月 这就是有路的混资社长 帮忙画龙点睛的 嗯 因为会取明月是因为 这一本其实是 到底在想 到底外婆家是自己的家 还是罗东正上才是自己的家 还是结婚之后的那个夫家 才是自己的家 好像一直在找家 那想家的时候 小时候想家最早的一首诗 就是床前明月逛 一直跟上双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明月 那时候回资社长就说 这样子不够亮 没有亮点 如果加上当时两个字 整个时光就会回到过去 回到那时候 对 所以这是回资社长想的 包括书丰 书丰你个人觉得怎么样 帮我们介绍一下 一个导药的一个旧子 对不对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明月 对 然后这个月亮会随着光线不同而变色 然后整个设计师采用的是中药的大底色 对 然后那个导药铺就是你阿公阿妈的回忆 中药铺的一个回忆 必备的一个器材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林佳化老师 为大家介绍 新书当时小明月有路文化出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